賭盤差萬票 我今天都不敢跟人家講這個事情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非常好朋友 他跟我講 他連續三年都沒有聽我的話 結果他輸了一千萬 早就應該要聽你的啦 他連續三年沒有聽我的輸一千萬 因為他原來是韓粉你知道嗎 韓粉的時候我就把民調給他看 現在要在台中市買賭盤的人 買牌的人要小心 結論先告訴大家 就叫做 瘋盤 到底選票差幾票我不敢講 但是今天我昨天到今天 昨天我聽到的賭盤 就是聽到的差距最大的 是20萬票 也有18萬票的 也有18萬票 有沒有再往下講我不曉得 可是這個很危險 因為18萬票 賭盤差20萬票 我今天都不敢跟人家講這個事情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搞不好最後贏25萬的時候 那個壓20萬的就倒大賠了 就會賠光光 我前天一個朋友 一個朋友也是南部的啦 以前非常好朋友 他跟我講他連續三年都沒有聽我的話 結果他輸了1000萬 早就應該要聽你的啊 他連續三年沒有聽我的輸1000萬 因為他原來是韓粉 韓粉的時候我就把民調給他看 所以他一堆朋友 因為我們都滾動式民調非常準 到最後一天嘛 我們就看到民調跟最後得票率差1% 這個準度非常高 我現在講的意思是說 現在要在台中市買賭盤的人 買牌的人要小心 因為這個差距到現在為止 都看不到任何收縮的跡象 照講藍綠應該歸對 到最後幾天應該要歸對 這個少說率的基本盤 在台中你說個30% 35% 不可能沒有吧 絕對不可能 怎麼會民調到最後做出來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也要擔心一件事情 就是投票率 現在都在擔心投票率 平常現在兩個市長 現在有幾個都 我跟你講 有四位六都的現任市長 都在擔心投票率 從侯友宜 盧秀燕 黃偉哲 還有陳其邁 四個都嚇壞了 我跟你講 他們最擔心的就是投票率 因為投票率一低的話 往年的投票率 像這個新北去年 投票率好像65% 65%左右 那今年他們怕漲到60%以下 因為他認為說 你惡意穩上的嘛 你說看到我這種民調 台中市長民調的話 大家也認為說 溫屌啊 反正盧秀燕一定會上的 那我有選 我有投沒投沒差 這個這個耳語 我就是最感同聲 因為就是會有很多人會一直這樣講 對啊 都講說 小新文上的 對 千萬不能這樣講 我跟你講 這種事情就是 你沒有投就是沒有 為什麼民調高都沒有用 因為就是投出來才決定生死 好嗎 所以這個很糟糕的事情 所以大家 我現在不管啊 這盧秀燕反正他一定會上 可是小新 因為許小新是 他是多數選區 是不是 富數選區 富數選區 富數選區有十幾個人在選 拜託拜託你們一定要投給許小新 不能說許小新穩上了 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穩上的最後 我跟妳講 以前有一個人叫穩上 叫謝長廷 穩上結果結果謝長廷結果那年落選 落選 你知道嗎 對啊 穩就是 因為阿扁去坐牢嘛 謝長廷就很屌 啊 為了我挺他 我們兩個票分開 結果謝長廷落選 吳淑貞當選 吳淑貞原來當了一屆立委 就是因為謝長廷很屌 所以我挺他就掛掉了 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包括台中 新北啊 其實還就是所有憲政的縣市 尤其他民調 都要贏很多的 他都在擔心很多民眾 看到民調之後覺得 對反正你一定會贏嗎 那我去投票無聊 不差我這一票 我就沒有去投 那最後呢 對 不差我這一票 可能就翻牌 很難講 因為票的高 我這樣講 靠基本牌 那個票就是大概在六成以下 投票就是 因為溫度要夠的話 就六成五七成就上去了 所以可是這個溫度現在看起來 我看台北市可能還是會有一點PK的 台北市 我覺得台北新竹 在桃園這次的地方 可能就是大家比較激戰 比較Tango 麻花在一起的時候會 激發大家的這個投票率 會有這個激發的 最近因為我現在都在跑路站嘛 所以最近我也有一點點開始感覺 就是這幾天選舉的氣氛有比較熱 說來神奇喔 我們在四年前的這個時候 早就已經這個選舉熱到完全不行 熱到不行 可是今年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一直到這幾天喔 其實我覺得選情都不是很熱 大家人跟人之間的距離都還是很遠 但在這幾天開始有一些 我覺得比較微妙的變化 就是大家的表態率慢慢慢慢開始增加了 選舉的味道開始出現了 但跟四年前真的不能比 所以擔心投票率是 我覺得很正常的 我們其實大家都蠻擔心投票率的 所以投票率 我不管你們擔心投票率 我覺得這個大咖我們不去講他啦 因為這個 我覺得這個侯友宜比較更關心啦 因為他的投票率喔 跟他明年能不能夠選總統有直接關係 那我們這個秀燕市長喔 比較是面子問題啦 反正他已經 問四十八 就是爭一個成績嘛 一個成績單這樣 那要有這個性命交官的 是住在我旁邊這個 對對對 擔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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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要開玩笑 這個絕對不能落選 第一題 為什麼蔡其昌的支持度 隨著蔡英文站台的次數越多 越降低 問題出在蔡其昌還是出在蔡英文身上 這個蔡其昌身上 跟蔡英文沒關係啦 蔡英文站台 這個蔡英文也有人上次中二選區的時候 也幫林靜宜站台啊 越站越旺啊對不對 我覺得蔡其昌讓人家跌破眼鏡啊 這一次啦 可是為什麼其他人跟蔡英文一起站台 然後他可能他的民調就可以有上升的機會 可是蔡其昌他就是沒有了 只有一個人 只有一個人 只有一個陳時中 其他都沒有 可是他那個鄭運鵬也不行啊 鄭運鵬沒有 鄭運鵬他一點力量也沒有 鄭運鵬沒有 鄭運鵬到現在為止還在那邊糾纏 還沒有贏啊 對不對 兩個人還在 目前還在PK盤嘛 那PK盤在這個 蔡英文站手上已經形成了 可是你看像是蔡英文 蔡英文幫蔡其昌站台 連他的民進黨的基本盤 看起來在民調上都形成了 所以我們剛剛看那個支持度調查的時候 你看了沒有 他已經這種躺平一年了 他不是今天啦 他躺平一年了 盧修院已經領先那麼多 你看這兩個平行線已經維持很久了 2022年2月份開始就是這個德性了 2021年的12月份 這快一年了 他開始是17.8 最高26.8 他搞什麼 就是在中二補選之後 有一個重點拉起來一些 然後越搞越搞就變18.2 他搞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他要幹嘛 所以表示蔡其昌可能是 就是因為派系支持下的產物 才能當副院長 就只有特定派系而已 本身本事不大 蔡其昌本事不大 那關係很好 可以當副院長 這個很好 這個在立法院內是很好的 那地方選舉 我看就算了吧 好不好 好 現在第二題就提到這個問題了 第二題 謝小浩問的 吳董你好 我是民進黨青年團的成員 我想請問為什麼這次黨內提出蔡其昌出來打選戰 我一開始就覺得何欣存比較適合 就算知道選不上也可以讓何出來練一下經驗值 對他的政治前途比較好 我覺得下次2024有沒有可能是將啟程出來選 我大概知道這次盧秀燕也是穩贏的 心中希望還是盧秀燕單選 因為他的施政也不錯 蔡其昌真的覺得沒啥建設能力 選誰都好 能為台中做事才是重點 謝謝董事長 阿龍跑去選新北了 我非常感謝這個謝小浩 你用了那麼大的篇幅來把你的心聲 敘述的跟我們分享 非常感謝 但是下一次不是2022 下次是2026 2026 但是盧秀燕會不會待到2026 不知道 因為如果國民黨執政的話 盧秀燕是有可能會入閣的 對也有這種可能性 他有這個機會 就有彈性 他有可能當行政院長 就有彈性 他聲望很高嘛 然後盧秀燕那當下一步的話 如果正常情況 就是江啟成會出來選市長 所以民進黨會有張啟成出來選 國民黨會有張啟成出來選 國民黨 就是對的啦 但另外一點呢 這一次民進黨應該要派何欣存這件事情 我在電視上公開講過一百遍了 我一開始就認為說應該要讓何欣存出來選 因為何欣存的戰鬥力非常強 真的 何欣存本身他很地方型的 而且他很專心當立法委員 所以何欣存早晚 但是何欣存他的背景上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何欣存是當選了立法委員之後 才參加新潮流 所以他是屬於客家 他是屬於養女 收進來的 民進黨還分這麼細 用血統證明來講的話 他是屬於龐系的 輸出的 那新潮流內部有分核心 跟新潮流的外圍 那核心存是屬於新潮流比較外圍的 所以優先 所以的好事 在中流 在台中的新潮流 都先讓蔡英雙享用 然後賈存呢 才有核心存的智慧 好可憐 大家知道 泰系內部也有分大小 好不好 好 第三題 歐啟峰問的 民進黨會不會選輸了選票 卻靠著地下賭盤大贏一波 大贏一波 也有可能有人會跑路啊 這個很難講 每一次簽完賭 都跑路跑一堆啦 那我不知道是誰啦 因為我們沒有去參加過這個送信 因為我剛好這兩天 有人在打電話問我這個事情 所以我聽到一些 我才跟大家分享 結論先告訴大家 就是說 蔡其昌崩盤 就是這樣子 已經崩盤了 好不好 名字 就現讀看一下 盧秀燕的信任度 75.3 這是太離譜 照理來說 這種選錢不是應該要 比如說藍綠回歸 那綠的應該在 台中還是有基本盤 那 吳董為什麼 你看都沒有藍綠回歸 沒有 台中是 所以我認為崩盤了 我認為他整個是崩盤了 我認為蔡其昌的盤 是整個崩掉了 整個崩掉的話 所以你看 他信任度已經75.3 75.3已經過半數太多了 然後第二個 下一張來給大家看一下 盧秀燕的施政滿意度76.6 也是非常高 太離譜了 毫無瑕疵 用這種滿意度去攻擊他的話 誰攻他誰倒楣 而且我覺得他比較厲害的是 2019年一開始 他剛當選沒多久的時候 滿意度是很低的 30幾% 一交叉之後 往上爆衝 維持多久了 你看這條線 從80.8到75.6 維持差不多一年多的時間 所以他這個滿意度不是普通滿意度 所以蔡英文跑去說 只會送網銀來 其實根本傷不到他 再來看第三個他的支持度 台中市長適合度 支持度 60.8 就是選舉 60.8 然後蔡其昌18.2 那這兩個差了40了 差40% 哇 那怎麼都沒有 在民調上面顯示說 有這種藍綠回歸各自的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他崩盤 你看兩條皮型線在走 還有一個人叫什麼名字 我都不曉得 還有一個人叫陳美飛 陳美飛這個人何許然也不曉得 他有0.9% 但你看這三條線 差不多都是躺平的三條線 都穩定的三條線在走 所以他起伏不大 他從來沒有交叉過 所以這個是整個就是蔡其昌已經崩盤了 那前兩天我看到蔡英文跟他講說 好像黃金交叉 反正助選員都亂講 因為我們媒體就有什麼講什麼 反正我看到這個民調支持度 那這個差的等於42.6%了喔 嗯